复理箱公所厕所老旧没有整理过 终于在今年重新设计规划之后 变得很有特色又有摩登现代感 6月6号上午复理箱公所也举办了启用仪式 复理箱公所在民国73年新建 已经使用38年左右 厕所也非常的老旧 重新整建之后的厕所 也方便民众以及公所同仁使用 总经费大约440万元 供期三个月左右 这时候我认为这样的话 可以给我们的眼光 这个上厕所的话洗手的话 可以放空心 那现在因为经费有限 还少一点 因为厕所夏天的时候 那个阿摩尼亚会很重 它会有味道 除非你看阿嫂厕所的话 这样很用心 所以那时候呢 经费有限 就是把那个人气先剃掉 另外先议员黄玲兰也提供 小型工程款 在这项的厕所改建计划 让公所有更多经费可以来利用 让公所的厕所更加的美轮美奂 报告一下说 是议员啊 在北厕乡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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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 不理香工所厕所老旧没有整理过 终于在今年重新设计规划之后 变得很有特色又有摩登现代感 6月6号的上午 不理香工所办理了启用典礼 记者高双双不理香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